专载自摆教号作者,电竞小小亚运会的27号比赛已经结束,各支队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,中国队目前是3比1与越南队打了两场以外,其他的都是一场,而唯一输的一场就是输给了韩国队。 说实话,在比赛以前其实就已经猜到了,这次的小组赛,中国队与韩国队被分到一块肯定是有一场恶战的,而哈萨克斯坦以及越南队,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,在上次的表演赛上,中国队就落后韩国队数分,而这次在开始的时候中国队就输给了韩国队,不得不说在这实力上可能真的有些悬疏了, 而这次UVI众人的表现并不是很好,甚至严格的来说可能,还没有周济赛前的要好,而在结束后,不少人都说这次比赛的环境实在是太惨了,甚至连训练的地方都没有。 不仅如此,就连饮食也是一样,当然这也只是个别人说的,毕竟在比赛的当天有比赛的工作人员,也是晒出来了UVI他们比赛时候吃的饭,并且表示和他们吃的是一样的,都是中国菜,貌似还吃的不错, 什么醋溜土豆子韭菜炒鸡蛋,还有辣椒炒肥牛,以及卤水鸡,恐怕这要比其他国家队员的伙食,要好得多了吧,想必这次中国也是带着厨师来的吧,不然的话,怎么可能会吃到这么丰富的中国菜呢? 而对比中国,韩国的伙食可就要凄凉很多了,就是面包加矿泉水,这恐怕给谁也吃不进去吧,并且有一位韩国的网友还,表示这么丰富的国家怎么会举办亚运会的呢? 不得不说这位网友说的有些偏激了,要知道运动会是有要减的,所以是不能随便吃东西的,不管怎样,这位韩国网友的言论,真的是有些自私浅薄了, 不过也没有办法,那次韩国队伍出来比赛,都没有自己的厨师,上次LCK队伍来中国打洲竞赛还是靠粉丝们的阶级度过的,而这次出来更是成了面包加矿泉水,在饮食方面,中国一直都是可以胜之为世界第一的,每次不管什么比赛,都有自己的厨师,而这次UVI众人吃的饭,一看就不是官方提供的, 所以肯定是自己带的厨师,虽然比赛很是重要,但是饮食也是不能放松的,这次中国队虽然落后韩国一番,但是在后面的比赛中,小编还是会相信他们的。 带来一看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!